大家好,我叫林景文 来自台湾台中 跟随家人来北京已经31年 因为时间毕竟也蛮久的 一直都在北京 当时想着说衣锦还乡 然后结果这里就变成了我们的家乡 我爸爸是88年过来先过来考察 然后在91年底吧 把我当时和我还有我妈妈一起带来北京 他们其实来的第一站是天安门 就觉得从课本上看到 因为台湾课本上那个时候 也是有天安门这一环节的 所以他们也想来看一看 然后看了之后呢 其实就爱上了 他们有跟我讲说 他们很庆幸那个时候从台湾过来 然后也是不同的机缘巧合 然后去做了不同的行业 然后一路走到现在 而且刚好赶上改革开放 初期整体经济大发展的时候 所以他们也算是踩到了 很好的一个时机 其实我没有一直以来 就没有想过我要回台湾发展 或者是定居 因为总觉得北京就是我家 所以我就算去了澳洲 我还是会想回到北京 当时就想说 我毕业了就要帮我父母做事情 因为觉得他们一直很忙 因为其实父母都在这边 就等于是家都落在这边了 像现在这些我的这些晚辈们 然后他们都会叫我北京姑姑 就是已经有一个代称 就是我就是在北京的 慢慢过来之后我就觉得 现在回去反而是他们来问我说 现在这个北京有什么新的发展的方向 然后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然后我也就会很自豪地跟他们讲说 北京发生了这些所有的改变 回去聊的话题有点像旅游 以前就是了解港台这些歌手啊 影星到现在他们会会了解说 这边都有哪些那个著名的这些歌星啊 这些演员什么的 然后也是从这个台湾的偶像剧 到现在看这边的录剧 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招商影子嘛 所以对台商的发展 其实非常的支持与关注 例如说设立工厂啊 然后成立企业啊 这部分的支持 那现在的支持其实更落在实处 例如说住房问题 然后这些社保问题啊 然后这些这个创业资金 这部分的问题 所以也给到台湾年轻人 很多的这些政策的支持 点发展的点其实不太一样 我会觉得他们选择蛮勇敢的 但也挺对的 首先对于求学人来讲 那肯定是希望他们更快地 可以从岛内来到这边去看 这边的一个发展 因为他到了大学里会认识 真的是五湖四海的人 然后领略不同的文化 然后让他更加地去了解 祖国大陆的每一块的这个板块 可以让他很快地去 算是更宏观地了解这个世界 而不是实在台湾 然后对于毕业了 留不留在这儿的台青人来讲 那他们假如说北京的这个成本太高 其实有很多外地的其他的一些省市 其实也非常适合台青的发展 因为毕竟祖国大陆的这个人口多 机会多 其实有时候有在 有跟我妈妈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说 假如说三十年前就是在台湾 那可能生活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可能我现在就是很安稳地去找一份工作呀 就觉得就是小确幸的感觉 但是在北京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的平台 让生活上更宏观一些了 因为疫情结束了嘛 然后想说可以去多浏览一下这个祖国大陆 然后不同的地方 然后让自己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新的灵感去发展 因为我们的土地其实还蛮大的 所以也是希望说去发展那些旅 相对旅游啊这些的行业 因为我们那一片的发展方向 其实是农业旅游文化这部分的 所以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 可以让这个地方更出彩